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宾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百四十集 朝廷委任 返回房间 他按照行脉论的记载的方法 在房间里打漫拳 感悟自身气急运转 感受血液流动 感受发力之间 肌肉的舒展和收缩 半个时辰后结束 许清安坐在桌边 接过钟离递过来的温茶 自言自语 太慢了 行脉论最多是辅助作用 能不能达到画劲还得看我个人 这样下去 年底别说是四品 就算是五品都很难 我必须想办法提升实力 起云渐渐苏醒 幕后黑手不会坐视不理的 哪怕有监政和神术护着 我也不是绝对安全 对方可是至少三品的术士 背后可能还有更强大的势力 欲速则不达 画劲虽然难 可至少能缓慢经济 爵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加 对我来说才是最难的 以前他选择留在京城 是因为京城繁华 物质优渥 但心里也有大不了老子浪迹江湖的傲气 而现在呢 他想在朝廷里攫取更大的权力 自身实力和手里握着的权力相辅相成 将来面对债主也能有一战之力 所以他现在缺机会 缺立功的机会 可惜啊 经查之年已经过去 而今的京城风平浪静 我立功的机会不多 许清安叹息一声 转而思考如何提升修为 他刚才脑海里闪过一个灵感 天地一刀斩是集全身气机余一招 而画劲也是把气力拧成一股 不浪费分毫 以最小的代价爆发出最大的力量 两者是一曲同工 这个想法让他由衷惊喜 并迫不及待的想要验证 许清安于房间里立定 深深呼吸 沉淀所有的情绪 气息坍塌内敛 不对不对 我不是在施展天地一刀斩 他联盟结束蓄力 散去契机 他重新施展天地一刀斩 发掘 但这次没有配合气机 而是以纯粹的身体力量来施展 啪的一声 一拳击出 空气发出清脆的炸裂声 因为不掺杂气机 所以没有造成大面积破坏 手臂仍有颤动 但出拳的刹那 气力确实在往一处迸发 虽然过程中流失了许多 这个结果让许清安欣喜若狂 路子走对了 只要按照这个方式去练习 他近身无品的时间将大幅缩减 比行脉论要强很多很多 我真是天才 另辟蹊径 脸上喜色刚有浮现 突然又凝固了 因为天地一刀斩 是司天剑送来的功夫 是奸证暗中的馈赠 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奸娇娇 皇宫 御书房 卯食刚果 诸公们就被皇帝派遣的宦官 传到了御书房 诸公齐聚之后 穿着道袍 两袖清风的远景地 步伐轻盈的走至大岸之后 坐在属于他的宝座上 诸位爱卿连日上奏 欲彻查 血涂三千里之事 朕身有同感 远景地俯视 堂下诸公 语气不吉不徐 这欲见使团赴边关 彻查此事 爱卿们 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王首府出列 座医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自当由三司 协同打耕人办理 这是多年来 朝廷内部形成的良好默契 但凡遇到大案 基本都是三司 与打耕人 衙门共同处理 既是合作 又是相互监督 袁景地等了片刻 见没有官员出面反对 或补充 便顺势说道 主办官呐 诸位爱卿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多方协同办案 要么是各办各的 要么是组一个团队 团队自然就要有领袖 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通常来说 需要远赴外地的案子 基本是组团 而不是各自办案 听到主办官三个字 主公脑海里几乎本能的 惯性地浮现一个 穿银罗拆服的 嚣张的年轻人 这既是对许清安能力的认可 也是因为这半年多里 许清安堪破 一齐齐大案 要案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首府沉吟了一下 可委认 大耕人银罗许清安为主办官 他没有夸许清安如何如何 因为不需要 远景帝汉手 目光扫过诸公 周外清觉的呢 善 众官员齐声说道 好奇楼 查试 什么 血涂三千里的案子 我来当主办官 听到消息的许清安 吃惊的瞪大眼睛 满脸恶然 这次与上次云州案不同 云州案里 张寻福是主办官 他是随行人员之一 而这次 他是理论上的一把手 利弊都很明显 此案如果破了 他占手工 而血涂三千里的案子 如果真实存在 且由他查明真相 功劳之大难以想象 我正愁没有机会立功 想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 许清安喜忧参半 因为如果破不了案 他会被降罪 这还是好的 倘若血涂千里案 真的是郑北王的过失 是郑北王谎报军情 那他就危险了 贵公 诸公们推举我做主办官 恐怕不安好心吧 陛下为何不委任巡抚 反而同意我一个银罗 担任主办官 许清安看向对面的大清衣 继续说道 你得派一位金罗保护我呀 委员摸缩着茶杯 语气温和 不错 比以前更敏锐了 以前的你 不会去揣摩 朝堂主公的用意 以及陛下的想法 不 我只是觉得 有你这个正斗王者 在身边懒得动脑子 许清安谦卑地说道 还请卫公教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信 떡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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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